好,哈喽各位朋友好,我们是主义还有OK酷 我们今天代表PGE不能玩这个专案 然后来到这边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那就是我们在,我们现在进到了同一天的第二页 就是我们在去年的5月25号的时候 来了第一次提案 然后还有在9月7号的时候进行第二次 然后这个时候,在第二次之前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在想说啊,我们要赶快动起来 所以我们这次动起来其实是去年大概7月开始 不过后来我们是蛮努力的 就是我们每一周都有一个线上会议 然后另外我们到现在有开过三次的实体会议 就我们是从去年开了坑之后 我们现在是很努力的填这个坑 那在这个坑之中我们现在 主要的目标是在,如果是很常人的来看的话 我们是希望可以让整个PGE的相关的机制 是更符合现在的使用者的情况 因为目前里面很大的功能 我们已经大概有快10年时间没有进行更改 那我们移步到现在的成果是 我们已经有相当 呃,我们已经有相当完整的UIUS的设计 那另外我们现在每周都有iOS和Android App 就是每周来进行更新 那所以我们这边需要更多的能量 那不管你是工程师还是你是湘米 这边我们都需要你加入 因为这周可以让我们工程能量变得更强 以及提供我们许多使用者的经验 那现在的时候我们希望我请OK库来跟大家分享说 那我们的专案又是为什么会出现 然后需要请大家加入进来帮忙 大家好,我是Hok库 然后我现在稍微描述一下PG Perpon问题 那我们现在常见的就是有网路行销公司 和网均所制造的假议论 还有假讯息以及不实讯息的流传 还有发表低素质的文章没有成本 所以造成现在列币主良币 然后整体文章素质有一些下降 然后最后就是网路犯罪与教育诈骗 那我们目前预计就想要再利用这个专案 来制作一个新的APP 来制作新的机制 来弥补我们现在原生DBS上系统 语言上的先天限制 那我们的APP想要主打的几个功能 会有点参考Ready或StakeOverflow等论坛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使用者的互评机制 然后还有文章的排序功能 然后最后就是根据发表文章的作者的历史文章 来累计它的评价 那这是我们这个APP的简单架构 然后我们会有个中台 然后会来存一些额外的资料 那最后一页就是我们在这边想要征求大家 就是想征求我们要熟悉GoLand 然后我们会麻烦你帮忙GRPC的研究与开发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架构 再想要征求架构师 然后熟悉AWS Google Cloud的朋友们 然后最后请有兴趣的话麻烦到 Judy 你是来一个PTT这边来联络我们哦 那么在我们刚刚介绍 就像目前上团幕的这一页里面就是 我们现在开始增加了许多在BBS上面没有的功能 例如像说使用者货评机制 文章的各种排序 然后作者可以累计评价 我们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些机制 然后来解决掉前面所提到的说 今天我们很难判断说文章的好坏 它是否是真还是假的 那这边我们相信还有更多的机制可以让PTT变得更好 所以这边我们希望以及邀请大家一起加入这个坑 然后我们很努力地填坑 我们会把它填好填满 谢谢大家